大家有没有在看完瞬息全宇宙后 对着屏幕里那个香肠手指的自己发呆 当伊弗林在无数个宇宙中跳跃 一会是武打明星 一会是普通嘱咐 你是不是也曾在心里犯嘀咕 这到底是平行宇宙还是多重宇宙 别急 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两个总被弄混的宇宙概念 说不定看完你会发现 原来科幻电影里藏着这么多科学密码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相信此刻存在另一个你吗 可能在某个地方 那个你没有选择现在的工作 没有遇见身边的人 甚至过着和你截然不同的人生 这个让无数人着迷的设想 正是平行宇宙理论的核心 而它的诞生还要从1957年 一位年轻物理学家的大胆假说说起 当时27岁的修·埃弗雷特 在他的博士论文里提出了 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解释 这个理论颠覆了传统认知 他认为当一个量子事件发生时 宇宙会自动分裂成无数个平行分支 每个分支都对应一种可能的结果 咱们拿经典的薛定谔的猫实验来说 一只猫被关在装有放射性物质的盒子里 按照传统量子理论 在打开盒子前 猫处于既死又活的叠加态 但埃弗雷特说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叠加态坍缩 而是在盒子关闭的瞬间 宇宙已经分裂成了两个 一个宇宙里猫活着 另一个宇宙里猫死了 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但这正是平行宇宙最迷人的地方 每一个选择 每一次偶然都在创造新的宇宙分支 现代科学研究也在为这个看似疯狂的理论 寻找证据 2018年南极的安妮塔探测器 捕捉到了一束奇怪的高能中微子 它竟然是从地球内部穿出来的 科学家推测 这可能是来自镜像平行宇宙的粒子 它们穿越了时空结构的缝隙 才出现在我们的世界里 更近期的是 在2025年 美国和瑞士的联合科研团队 在粒子加速器中发现 介子的自旋方向会莫名反转 这种现象 根本无法用经典物理定律解释 于是有人大胆猜测 这或许是平行宇宙中的粒子 与我们发生了量子纠缠 还有普朗克望远镜观测到的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 那个直径达18亿光年的冷斑 温度比周围低了0.00015摄氏度 而且里面几乎没有星系 这也被认为是我们的宇宙 与其他平行宇宙碰撞后留下的痕迹 这些硬核的科学发现 早就被科幻电影搬上了荧幕 彗星来的那一夜里 八位朋友在彗星划过的夜晚 发现屋外出现了无数个 一模一样的房子和自己 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平行宇宙交错 彗星的出现 打破了量子世界的隔离 让不同分支的宇宙产生了交集 当他们开始窥探其他房子里的自己时 信任瞬间崩塌 人性的自私和恐惧被无限放大 这部没有华丽特效的小成本电影 却把平行宇宙的逻辑 讲得比任何大片都透彻 还有原代马里 主角科尔特一次次进入遇难者的身体 在八分钟里寻找爆炸案凶手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虚拟模拟 但从平行宇宙的角度看 每一次重置其实都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平行时空 最后科尔特没有回到现实 而是在那个八分钟宇宙里和爱人相守 这恰恰印证了埃弗雷特的理论 每个宇宙分支都是真实存在的 没有虚拟与现实之分 而蝴蝶效应更像是一场关于平行宇宙的警示 男主试图通过改变过去弥补遗憾 却每次都创造出更糟糕的平行现实 这告诉我们 或许当下这个充满遗憾的宇宙 已经是所有可能性中最好的一个 但当我们把目光从微观的量子世界 拉到整个宇宙的诞生之初 另一个更宏大的概念出现了 这就是多重宇宙 和平行宇宙不同 多重宇宙的想法早在1848年 就被埃德加·埃伦波写进了散文诗 他幻想出无限连续的宇宙 只是在当时 这不过是文人的浪漫遐想 直到现代宇宙学发展起来 多重宇宙才成为科学家们认真探讨的理论 那么什么是多重宇宙呢? 简单说 它指的是除了我们能观测到的宇宙之外 还存在无数个独立的宇宙 就像一张巨大的画布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肥皂泡 每个泡泡都是一个宇宙 我们的宇宙只是其中普通的一个 这个理论的核心支撑来自暴胀宇宙学 科学家认为 在大爆炸后的10的负35次方秒 宇宙经历了一场急速膨胀 也就是暴胀 而这种暴胀并不是一次性的 时空的某些区域会一直膨胀下去 不断产生新的泡泡宇宙 这个过程会无限持续 就像吹泡泡机永远停不下来 斯坦福大学的安德烈林德教授 也就是暴胀宇宙学的创始人之一 曾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解释多重宇宙 把宇宙想象成一颗彩色足球 每一块多边形都是一个宇宙 有蓝色、红色、绿色等等 如果我们生活在蓝色宇宙里 只会看到它在不断变大 永远不会知道还有其他颜色的宇宙存在 更神奇的是 每个泡泡宇宙的物理定律可能完全不同 在有的宇宙里 引力可能比我们这里强一百倍 导致星星刚形成就坍塌 有的宇宙里可能根本没有电子 也就不会有原子和分子 更别说生命了 除了暴胀理论 弦理论也为多重宇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弦理论认为 宇宙万物都是由微小的一维弦震动形成的 而这些弦存在于十一维的空间中 我们之所以只能感受到三维空间是因为其他维度都被紧紧压缩了 就像一根头发远看是一维的线 近看才发现它有粗细这样的额外维度 而这些额外维度的不同压缩方式就会形成不同的宇宙 比如有的维度压缩得紧一些 对应的宇宙里光速可能更快 有的维度舒展一点 那里的物理常数就和我们完全不同 这就好比同样的琴弦按在不同的位置会弹出截然不同的音符 有趣的是 有科学家还提出 我们观测到的黑洞可能就是通往其他多重宇宙的门户 中国科学院的邓和林博士所在的团队就研究过这样的模型 当物质被吸入黑洞后并不会消失 而是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宇宙 那个宇宙的物理规则可能和我们这里毫无关联 不过大家可别想着去黑洞探险 林德教授早就泼了冷水 就算你能以超光速飞行抵达两个宇宙的边界时也会立刻死亡 因为构成你身体的粒子 在另一个宇宙里可能根本不存在 在科幻电影里 多重宇宙的呈现往往更具史诗感 超时空接触中 朱迪·福斯特饰演的科学家艾莉穿越时空后 见到的那些超越物理定律的景象 其实就是对多重宇宙的诗意表达 在我们的宇宙之外 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现实维度 而另一个地球里 突然出现的地球二号 更像是多重宇宙中一个和我们高度相似的泡泡 女主角罗达希望通过前往地球二号弥补过错 这个设定恰恰戳中了多重宇宙的核心魅力 它让我们相信或许在某个宇宙里 所有的遗憾都能被弥补 讲到这里可能有朋友已经晕了 平行宇宙和多重宇宙到底有啥不一样 咱们今天就把这笔账算清楚 首先两者的理论基础完全不同 平行宇宙是量子力学多世界解释的产物 核心是观测导致分裂 而多重宇宙则源于宇宙学的暴障理论和弦理论 核心是空间无限膨胀或额外维度压缩 其次它们的存在形态也天差地别 平行宇宙就像一棵不断分叉的大树 每个分叉都和主干高度相似 共享相同的物理定律 只是因为不同的选择产生了细微差异 比如那个你只是换了份工作 其他都和现在的你一样 但多重宇宙里的各个泡泡却是完全独立的 它们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物理规则 有的连原子都无法形成 更别说出现另一个你了 再者 另一个我的可能性也不一样 在平行宇宙里 另一个我是必然存在的 每一次你犹豫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宇宙就会分裂出两个你 分别走向不同的方向 但在多重宇宙里 另一个我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里的物理定律可能完全不同 甚至连生命都无法诞生 更别说和你一模一样的人了 邓赫林博士就明确说过 科幻电影里那些跨宇宙碰面的情节 在科学理论里根本不可能发生 当然它们也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 到目前为止都还只是科学假说 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证明它们的存在 林德教授就坦言 除非我们能站在宇宙的边缘 亲眼看到另一个泡泡在膨胀 否则永远无法直接证实多重宇宙的存在 而平行宇宙的证明难度更大 因为不同的宇宙分支之间无法传递信息 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但这并不妨碍科学家们继续探索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安东·蔡林格就提出 利用量子隐形传态的原理 未来或许能实现跨宇宙的信息传输 还有科学家猜测 如果意识本质是量子信息 那我们甚至能扫描大脑的量子态 注入人工构建的魔宇宙 实现真正的数字永生 这些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设想 其实都是基于现有理论的合理推演 说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突然意识到 我们对宇宙的认知 可能还停留在井底之蛙的阶段 当我们为平行宇宙里的另一个自己 感到好奇时 多重宇宙的泡泡 可能正在不断诞生又消亡 当我们争论物理定律是否唯一时 或许在某个泡泡里 引力早已不是四大基本力之一 之前有位朋友给我留言说 他总在做梦时 梦见另一个城市的自己 不知道那是不是平行宇宙的记忆碎片 其实不管是梦境还是理论 这些关于宇宙的遐想 恰恰是人类最珍贵的品质 对未知的好奇 对存在的追问 或许有一天 当我们的科技足够发达 真的能探测到平行宇宙的量子回升 或者找到多重宇宙的泡泡边界 但那时我们又会面临新的问题 如果真的有另一个你 过着比现在更好的生活 你会选择穿越过去吗 如果发现某个多重宇宙里 没有战争和疾病 我们又有权利去打扰那里的平衡吗 这些问题或许永远没有答案 但没关系 就像林德教授说的 哪怕只是建立一个概念框架 也是科学的巨大进步 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能在仰望星空时 想到宇宙可能存在的无限可能 想到自己既是独一无二的 又可能是无限中的一员 这种感觉本身就足够奇妙了 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 如果真的能给平行宇宙的自己 发一条短信 你最想告诉他什么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咱们下期再见